虎仔, 你的牙齒有什麼事? 昨晚我老婆跟我說我睡覺的時候 她聽到我在旁邊一邊睡覺 一邊磨牙, 磨得很大聲 令我睡得不好 你要留意 因為磨牙隨時令成棚牙壞了 那怎麼辦? 那你不用擔心 今天請來香港大學牙醫學院 修復此科臨床助理教授 林宇恒跟大家講解一下 有請林醫生 好, 林醫生, 歡迎你 林醫生, 歡迎你 請坐… 請坐, 林醫生 其實什麼是磨牙呢? 磨牙, 聽字面說我們也知道 就是上面磨牙磨牙 還有下面的牙磨牙磨牙 除此之外, 磨牙大部分會看到 晚上, 像剛才會仔說 晚上, 你們太太也說磨牙 另外我們也會看到經常的情況 就是日頭 日頭也會? 日頭不自覺的時候 牙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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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要麼磨或咬 其實也不是太正常 不是太理想的情況 正常應該是放鬆的 對, 其實日後放鬆的狀態 是否兩棚牙是不會碰到的 對, 是不會碰到的 我想問一下 磨牙在香港來說, 常不常見? 香港其實也很常見 我覺得很多人都一定會試過 我想… 也有聽過很多 因為香港其實我們會看到 磨牙其中的成因 是因為生活壓力很大 很緊張 而腦子裡, 到晚上休息的時候 他還未能調節 他的腦子仍然在活動 他的腦子會經過神經 指揮我們的肌肉, 會咬緊 會去磨牙 其中可能是一種 舒緩了日常生活的壓力 其中一種方法 在學生上 是否經常出現有磨牙的習慣? 會的 我們看到有很多大人 工作上有壓力 小朋友 甚至乎因為現在我們的學業 考試壓力都很大 我們會看到, 尤其是考試之前 考試之後 他們有時可能會說 早上起床覺得牙磨得好像走過山 那些牙 肉就會很敏感、很鼻 而且他們會知道他不太大 其實也會看到我們除了成年人 其實家裡的小朋友 其實他們也有這個問題 我想除了小朋友之外 可能在職人士 可能上班壓力很大 可能也會有這個情況 可否多說一些磨牙 如果他的徵狀是怎樣 除了睡覺, 磨一磨之外 還會否有些特別的情況出現 我們分開兩個方面 第一, 說到晚上睡覺磨牙 磨牙的話 通常你家人會聽到磨牙啜啜啜啜啜 我聽過我老婆 然後我會鬆一鬆爭 然後他就沒有了 是 或者另外就是 因為磨牙是晚上睡覺的時候 你早上起床的時候 因為整晚的肌肉不斷在磨 早上起床的時候 就會覺得肌肉很累, 有點痛 不太大 就像吃了一整晚東西 這個位置很累 我以前真的好像試過 但又不知道 可能不知道自己做了磨牙 原來我是因為有這種情況 所以早上起床 可能覺得那天牙齒好像很累 酸… 酸… 那磨牙會否引發其他健康問題 我們先看看磨牙的情況 我們會看到 這是其中一個案例 就是磨牙 你會看到牙齒會磨得… 磨得好像差不多扁了 平了, 磨得差不多平了 好像很細小, 只剩下 對, 這是磨了 差不多有一半磨走了 其實他要這樣磨到一半磨多久 磨多久就真的要看… 有沒有一個… 你們計算的時間 會看得出多久呢 對, 有沒有… 平常我們如果是正常的人 因為在吃東西當中 都會磨到牙齒會有消耗 如果這個年紀來說 如果他是五、六、七十歲的話 我們就叫做正常 但如果我是這個病人 這個案例 其實他是二、三十歲而已 我們就叫做比較嚴重 差不多磨走一半磨 另外, 我們也看到 他下面那些牙 磨得裡面紅紅色的神經線 其實已經磨出來了 其實再長遠來說 如果剛才我這樣說 如果不理會的話 繼續再磨下去的話 牙內的神經線就會壞死 還有他可能會有牙瘡的問題 那醫生, 我想問一下 哪一類人士會較容易磨牙 會不會像剛才你所說的 小朋友會很容易磨牙呢 小朋友會比較多 因為大家的家長會留意 因為小朋友睡覺之後 我們家長有時都會去看看 他睡著了沒有 他們發現的概率就會多一點 但其實跟成年人 現在我們發現都差不多 都有兩、三成的小朋友 我們也看到另外一個原因 除了小朋友可能學習、讀書 壓力很大之外 其實有機會 他可能氣度、呼吸度不是太好 因為我們會看到有研究上來說 睡眠窒息、氣度的問題 會令到腦部、神經有一點反應 令牙磨牙的情況會發現 林醫生, 磨牙這個習慣 還會帶來什麼很大的危害呢 我們剛才也說過 剛才是前面的牙 這就是下面的牙 我們會看到後面的大牙 這個案例是除了磨牙之外 還有胃酸倒流 因為牙是礦物質 你經過胃酸倒流 因為整晚… 可能有時候我們香港人吃飯也很晚 可能吃完飯沒多久就睡覺 那些胃酸就流出來 胃酸差不多在口裡整晚 會令牙齒軟了 再加上有磨牙的習慣 一磨牙齒很快就磨走表面那一層 就露了裡面的象牙質和神經線 這樣相比是否… 其實是哪個情況會比較嚴重呢 嚴重來說 其實我們會覺得就是這個 第一個案例 第一個案例差不多一半沒有了 還有前面來說 會相對影響它的外觀 還有影響它日常生活比較多 後面來說, 主要來說 就是有時候可能說拆牙 或者喝一些冷水、湯就會有點敏感 大部分來說也不會太影響生活 剛才你說到吃冷東西 或者拆牙敏感 是這邊還是這邊會出現? 兩邊都會出現 因為其實已經露了神經線 對, 前面就會影響外觀 雖然你也說過磨牙 可能小到小孩就會出現 其實會不會到嬰兒的時候 就已經會有磨牙這個情況出現? 嬰兒有機會出牙的時間 因為出牙的時候 有時候也可能會有發燒的現象 其實腦裡也會感受到出牙 他有機會出牙當時 也會有機會摸一摸牙 或者有時候可能由小朋友 乳齒換去大人的牙 有些鬆鬆的牙頂住 其實它有機會引發磨牙 但是那些情況來說 都是比較短暫 是 即牙掉了, 換完牙就沒事了 我相信那些嬰兒不會有工作壓力大 所以不會 如果一個人睡覺時 有沒有什麼方法 可以發現自己有沒有磨牙呢? 如果我們想知道他有沒有磨牙 我們就可以看看早上起床 會不會很累 也要看看可能在睡覺中 會不會有磨牙的響聲 可能問問問家人 甚至如果可以的話 就可以用手機錄音 錄下自己 看看錄下它有沒有聲音 因為嘻嘻嘻嘻嘻的聲音 其實是聽得到的 照鏡可否看看牙醫 會不會自己覺得 牙的形狀好像不同了? 照鏡其實也可以 像剛才我這樣說 我們前面這個案例 你會慢慢看到前面的牙形狀 會慢慢變 但是大部分香港市民 都沒受過訓練 其實未必知道 如果真的擔心磨牙的情況 我也建議你們盡早去找牙醫 做個口康檢查就知道了 好, 你說到要找牙醫 如果遇到磨牙, 要找牙醫 有什麼治療的情況? 有什麼方案可以提供? 首先來說, 牙醫會看你的情況 究竟從你的病歷 從你的口康檢查當中 看看究竟有沒有磨牙這個情況 如果發覺有的話 我們首先會告訴你 希望你們日常生活的作息 就會改變一點 例如壓力那裡 如果能放鬆一點 放鬆一點 可以多做一些運動 或者臨睡前不要看恐怖片 不要太緊張 有時候香港人臨睡前 可能還要回覆電郵 還要回覆工作 盡量生活作息 臨睡前可能一、兩個小時 放鬆一點 聽一些比較柔和的音樂 其實也會有幫助 另外, 如果日常說 很咬牙關的那種 如果你真的察覺得到 你有咬牙關的情況的話 我們建議來說 可能你拿過那些可以捏的策掣 壓力波波 你捏的壓力波波 就不是咬牙關的這件事 在藥物上有沒有什麼可以治療呢 藥物上我們也會看到 譬如說他有些人的肌肉 真的很厲害 我們也會開一些肌肉放鬆劑給他 或者甚至可以… 有些情況, 很極端的情況 我們會建議他可能打一些 磨擦 可以收一收肌肉 讓他的肌肉就沒那麼強壯 摸下去就沒那麼厲害 但是牙套是否可以減少磨牙的危害 你很聰明 其實我們醫生來說 會看到我們可以在上牙和下牙中間 做一個叫牙膠的牙科治療器給他 這個其實就是印一個牙模 做一個叫牙加力膠去做的 這個膠的質地比較軟 用意就是讓病人上下牙咬完的時候 就是磨那層膠, 而不是磨那牙牙 另外, 如果真的有磨牙的情況 一個成年人或小朋友 應該什麼時候檢查牙齒一次呢 大部分來說 我們會建議做一年一次的檢查 我們也會看個別的情況 例如我們剛才說 他有磨牙的牙膠 如果他可能三個月 半年已經磨得穿了 他就要快點回去 給他的醫生做檢查 謝謝, 謝謝林醫生 今天這麼詳盡的講解 如果大家有疑問 記得問醫生或專業人士